台東境內遍佈陡峭的高山 河川流樹湍急 美鳳土石流或是山洪花生 在崎嶇驚險的環境中達成第一救難的重則 就落在消防局的隊員身上 為了應應各種不同的災難狀況 救災設備相對的就成為能否成功救災的首要條件 應應這次颱風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去做一些救生器材的整備 以及相關的救災器材的整理 那我們可以在我們這個畫面看到 那我們這台就是我們的那個水路養用的搶救車輛 那它比較適合的可能在泥沼地或是農地 一些積水的部分去做一些搶救的部分 這也是在今年4、5月份的時候採購進來的 以及救生圈等等還有魚壘無表等等 這些可能在水域或是如果有積水 在搶救上我們會用到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橡皮亭 橡皮亭 那在昨天我們都已經把相關可能要用到的裝備器材都已經上架 那做隨時時間半後 那個接受任務派遣 當遇到受災民眾受困沙洲時 這種配備使用最為普遍 補身槍是緊急搶救人員不可或缺的必要工具 用途非常廣泛 也可用作傳播聯繫 以及路上橫越障礙 抓取固定的用途 所以我們校長的單位校長的弟兄平常都是在做 用這個在練習打 練習打 那一般如果角度好的話 在35度至40度 那我們一般罐在打氣打20磅左右 那最佳的距離可以達到60米 60米 那這是練習型的 那如果民眾或受困者在窄不窄層的情況之下 窄不窄層我們會使用這種拋棍 那打過去的話 我們裡面這個救生圈 它遇到手 可能在3至5秒 它會膨脹 那另外 在沙洲受困的部分 那我們會用到這個 好拋棍 讓它打到對岸 受困者的地方 它做固定 在校長裡面在做一些 繩索的固定 加水 海中線消防局近幾年來 對於水上救難設備不斷推陳出新 為了能夠因應各種可能的水難發生 完整的機具與救難器材的整備 能夠為民眾的生命安全 掌握黃金救援的寶貴時間 東台新聞 陳進雄 張家維 台東報導